杜甫,自子美,好少林野老,唐代著名的诗人,后人奉为诗圣,屡叶书怀,细草威风暗,威强独叶舟,心垂平野阔,月永大江流,明启文章著,观音老并修,飘飘何所似,天地一杀哦! 吕叶书怀,坐于唐代宗永泰元年,此年渐难节度使延武去世,杜甫在属无所依靠,便于五月写卷离开成都,承传东下,杜甫在明江,长江漂泊时所写,全师借景书怀,先写微风,夜舟,进写新锤,月永,最后赶怀个人晚年的遭遇, 深觉人生虚妙